我認為為了環保,人類是要付出一些額外的代價 這件事是無可避免的 你退行一些環保措施,一定會擾民 沒那麼快淋,怎會害怕淋 我吃完這瓶,吃水那瓶都未淋 我覺得已經相當OK,質素很重 如果我獲得一份,我都不會抱怨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身邊有詩生和浩德 4月22日要開始香港的走索 外賣的餐具應該會陸續淘汰非環保索膠的餐具 但引來很多問題,雖然還有緩衝期 很多網民放了很多相片上去 例如用紙的餐具,就像在吃紙皮一樣 一杯飲了咖啡就溶掉了,爛掉了,喝不到 詩生,你覺得轉這個餐具影響是否很大呢? 兩位贊不贊同這個去索或走索呢? 我一直支持環保 我認為為了環保,人類是要付出一些額外的代價 這件事是無可避免的 你退行一些環保措施,一定會擾民 因為你要去改變生活習慣做開的,要變 還有要變之外,一定是貴過舊時 如果是便宜過舊時,政府不用推 自己會去選擇,商界自己都會選擇一些便宜 所以現在選擇了塑膠,是塑膠的生產成本低 用開,每個人都會塑膠 你找一件事代替它,它最便宜才是每個人都會用 你找一件事代替最便宜的,當然是比它貴 所以成本就必然增加了 你剛才舉例如,紙的餐具,好像吃紙皮、一陣味 這些是講得過份的 我也有用,我未見到那種程度 如果一陣味,也不是用來裝食物 我對塑膠的餐黑,印象真的很差 因為以前去大陸,去一些落後地區旅行 火車站旁邊,我堆滿了 因為那些是很難化解 影響土壤、監獸 後患無窮,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所以我大體上是支持要走索的 這個立場我很清晰 至於這個時候推出是否好時機 食肆是否吃得燒 做這件事是全人類的需要,社會的需要 現在這個時候推出,因為生意已經不好 變成食肆很難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 推出的時候,需不需要有些補貼 緩衝期,政府已經給了 也要看看轉嫁部分成本給消費者的時候 消費者的接受程度是怎樣 困難是有些的,我覺得要嘗試一下 浩德是怎樣看的問題呢? 我知道你也有時候會買外賣 我猜你買外賣應該多有私生 是,所以可能不環保就買外賣 應該是唐食最簡單,因為沒用 但我想整體就是你要環保 有私生說,一定是不方便的 我覺得,但這個是人類的習慣 你改一個習慣,其實你就不覺得 譬如說很簡單,以前你去市區市場 賣東西都給很多交道你的 那你後來開始不用交道,大家起初都不習慣 但現在你有沒有大家都自己帶個環保袋去買 所以我覺得要適應 以前很多時候都用自己的 我見以前媽媽叫我去買碗豆腐花 都自己拿碗去 就不會說,羊羊用膠 膠,我出生40年代尾 50年代是我弟弟時,很坑 買粥是否用紅色的刀 有一個袋子、罐子 都是用完又不會被砍掉 只不過可能科技發達了 塑膠的產品成本低容易製造 所以現在什麼都要砍掉 我們的魚餅、殼都收了很久了 即是鋁冠那些東西 但你作為一個用家 那你怎樣看轉呢? 你會不會自己帶頭 跟家人自己預備自己的餐具 或者自己預備自己的水杯 通常我自己在公司吃我買 我會有自己的餐具 通常我都不拿 但沒有辦法,盤子也沒有辦法 我還未去到這麼乖 自己拿盤子給飯 但我看到其實現在也有 有些人會拿飯盒去買外賣 我也看到很多人,少數 而且有些人會帶大飯盒 其實盤子好像有些好處 有些店鋪 我想風氣是慢慢形成的 但要有些時間 師先生剛才提到 經濟問題是否應該實行 但實用問題 究竟外賣用現在提供的環保餐具 究竟是否能吃到延飯 我們同時預備了一些餐具給大家看一看 醫生,你覺得質素如何? 你覺得質素如何? 你覺得質素如何? 這是人家的餐廳拿過來的 我們不開名的 我們不開名的 可以嘗試黑甜品 但我們應該會去考慮 沒那麼快考慮 怎會害怕會考慮 我吃完這瓶,吃了那瓶也未考慮 那是木,一個是紙 是,一個叉是木 叉是木嗎? 我也以為是木紋 他說,那是木的 是,這個應該是木的 那這些應用到 不,沒問題 這是沒問題的 這些是高級的積器作用 不算很高級的 質素如何 質素也不錯 應該沒有那麼快容易用 刀試試看 我們切不到,可以打粉平 鋼其實很簡單 鋼刀用來鋸一下 會斷 如果有筋的話,你也未必鋸到 這個刀的模式已經很足夠 鋸肉也可以 鋸的叉子 鋸的叉子真的足夠力嗎? 鋸的通常沒有那麼好力 刀和木的叉子已經相當不錯 如果我拿到一份,我都不會抱怨 鋸肉會用完再用呢? 會不會? 辦公室不在,我儲了很多膠叉、膠刀 都不捨得在櫃桶裡 用不止一次 但是有時候,你買外賣的時候 它行為都會幫你撿下去 你叫它不要擠它,便會順手拿賣 譬如膠袋,別用膠袋 你不要浪費膠袋 你的膠袋有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我試過出差,也找到超級市場 都可以帶著 就帶著現金嗎? 就帶著低衣服 一樣可以 我老婆說,你拿著這東西去出差? 不讓我用 我覺得比我自己的旅行袋更輕 如果像施先生,香港真的很環保 施先生,兩位可能覺得現在這種餐具 都可以接受 大家回到施先生剛才說的經濟問題 如果政府沒有特別補貼 在現在經濟不算特別好的情況下 真的會打擊食市生 因為大家在說北上消費 然後再加一些新的政策 會不會真是大影響 應該說現在食市都經營得很辛苦 你加成本就百上加根 但食市經營得很辛苦 主要不是因為要去走索造成的 主要是很多其他因素造成的 所以那些無法經營下去的 你讓它不走索 它也是無法經營下去的 即是不能夠透過暫緩走索 便足夠了現在出事的那批食市 當然可能有些邊緣地帶 便會受影響 施先生,走索是其中一種環保政策 之前還有另一種 現在有機會 施先生在專欄提到 有機會無限延期的 就是垃圾膠袋的問題 你認為兩者會否層次上有不同 這個可以繼續 我這個真的可能要暫緩還是 其實應該一起實行嗎? 我自己原本的傾向 就是一路實行一路修正 就不用完全停止 但是看現在政府一些官員 或者一些行政立法局的成員 放的聲氣 似乎8月1日不走的機會會更多 但是我在文章上也說 不能以妖民為理由不去搞環保 如果這樣的話全部不用搞的 沒有一樣環保不妖民的 我們轉一轉話題 說回施先生你的專業就是地產 很多人都關心樓市 我們待會再討論一下 但是近來出現了一宗比較特別的事件 就是一宗強泊是樓泊的事件 話說金朝陽集團放棄拼購了17年的希雲大廈 成為了香港歷史上最大一宗金額的強泊 樓泊事件 金朝陽指 考慮對香港現在的經濟狀況和樓市的問題 認為樓價應該會下跌 所以就不作投標 設立之後樓市都很活躍 師先生你怎樣看發展商的態度 會否定是過份保守 還是這是一個獨立的事件 其實不影響大市 我沒有去特別研究過金朝陽 他收購回來是甚麼價錢收購回來的 因為他能夠要求強泊 他要達到一定的比率 才可以要求強泊 譬如他已經賣了一百成 他的收購都是收購多兩成或者三成那類 但他可能計過一條數 這個時候去啟動一個項目出來的時候 那個虧本的機會很多 他可能明年拿著舊樓收租延遲的發展 看看將來有沒有更好的機會 你可以說一個是他對後市沒有過高的期望 另一個可能也是他的項目回來的成本很高 如果他以前低價收回來的 現在可能就沒有那麼大壓力 其他可能比較大的發展商 近來對賣樓或樓價觀察的看法 你剛才提到舊樓重建 市一邊 我們也有些同事幫發展商收購舊樓 樓價一跌 高峰期跌了20%多 發展商收購舊樓的價錢 亦都自然會壓低 或者收購農地、收購舊樓 補地價去投地 全部都跟著市場一起投的 你切辣是對市場有幫助 是比有辣椒的時候會好轉 但不是等於說大牛市來 市場會很興旺 以前貴價買回來的東西現在都翻山 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哪個項目還可以去 哪個項目沒有得去 或者要延後 都是各個項目 看它之前是甚麼成本回來 要計算 以發展商取答 最後在這節裏給我一份獎品 或者禮物 施先生 是甚麼 施先生 你投資了我們這個新台 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 我們也有一個Milestone 達到達到10萬訂閱 我們跟Youtube申請了一個牌子 讓施先生你親身開來看看 有10萬就可以有一個理程碑 類似是獎牌 也挺重的 這個就是Youtube給我們破10萬用戶 很多粉絲都是施先生你的粉絲 所以這個牌子 讓施先生你拆 透過大家同事一起努力才達至 還可以 好像那些蓬佩 大家寫了名字 FINAN730 也要多謝各位觀眾這兩年多來的支持 我們會繼續做好節目 希望下次我們成為第一個金融台 去到100萬訂閱者 雖然有點難度 好 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我們下一次再見 我早一段時間 已經聽到有些內地公司來香港上市 投行同樣 你先把水來才行 你要自己支持自己 上市想賺錢 我上市而是投行賺錢 投行不幫我賺錢 還要我自己帶朋友來支持他 誰會這樣上市 如果說得差點 他另一個殺手間 就是沒有東西難倒他 鋼琴既沒有東西 駕駛電單車 奔珠針 浸溫泉 連槍幣都沒有難度 為了推廣海洋保育 甚至考了日本語檢定三級資格 令他出道只短短一年 便成功勇奪 2011年全日本吉祥物選舉冠軍 大家見得他最多 可能是吃士多啤梨或零食 但這些只是產品的一小部分 還有清酒、巨型氣球、相機、電腦、鑄鐵煲 就連結他、衣車、電單車甚至真車都有 最誇張是出賣水晶和純金獎 各樣都是同名牌Crossover 而想和他合作都不難 只要證明對紅本有宣傳作用 就會通過原政府的審核 免費用到他的IP 你亦都可以付錢做商業用途 紅本紅到上年 一共為紅本縣帶來超過一笑日元的經濟效益 作曲 李宗永